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俗话说 最薄不过感情 最凉不过人心 很多时候不得不承认 人心善变 事态炎凉 对人对事 不太奢望才不会受伤 这世界 最令人心酸的 莫过一句话前面有着三个字 我以为 我以为付出就有回报 我以为时间会等我 我以为我足够强大 可现实 却给我一记又一记的中锤 每个我以为的背后 都有不一样的心酸 有一种心酸 叫做我以为 人们常有这样一个认知 在外靠朋友 朋友越多越好办事 可是事并非如此 就像曾广贤闲闻中的拷问 久风之吉矣 实陷惠人矣 相识满天下 知己能几人 朋友再多 不能交心 也只是久柔朋友 这样的朋友 在你有难时 并不会帮助你 还会冷眼看你的笑话 让你的处境雪上加霜 朋友小汉是个生意人 性格十分好 许多人都喜欢和他交朋友 他也常常为此沾沾自喜 觉得自己有很多朋友 以后办事更方便 有此 他的闺蜜大美劝他 不要乱交朋友 要看亲人 小汉觉得大美是嫉妒自己朋友多 两人为此吵了一架 谁都不低头 小汉心想自己这么多朋友 少你一个没影响 后来国庆期间 小汉去外地出差 到了地方被告知没酒店了 小汉便找当地的朋友帮忙 那位朋友之前去小汉所在的地方 小汉都会帮忙打点好 谁知 那个朋友听完后冷冷地说 是吗 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要不你问问其他人 小汉人生地不输 没办法只好发朋友圈求助 大美看到后十分担心他 连忙联系他 并找人帮他进酒店 事后 大美还开玩笑说 不是少我一个名影响吗 小汉正在不好意思地承认 对他最好的还是大美 真正的朋友从来不在于数量 而在于质量 虚伪的朋友会装模作样欺骗 真正的朋友则掏心掏肺不住 德莫克里特说 很多显得像朋友的人 其实不是朋友 而很多是朋友的 倒不显得像朋友 人生路上 我们会遇到很多人 但真正成为朋友的少之又少 朋友不仅是有福同享 更是有难同当 叫朋友 一定要叫真心朋友 才不会让自己寒心 二 我以为人生都靠运气 很多时候 人们遇到难题无法解决时 都会把这一切归咎于自己时运不及 看到别人成功时 则会感叹一句 这人运气真好 但在人生这条路上 运气并不是一切 就像于敏红说的 运气永远不可能持续一辈子 能持续帮你一辈子的东西 只有你个人的能力 当你觉得自己运气不好时 是否想过或许还有地方没做到位 有个书生客举落榜了 他十分沮丧 他觉得自己无脸回去见家人 便到河边想寻短见 一位路过的老者救下了他 书生和老者大吐苦水 说自己准备了多年 保诺世书却落榜了 老者若有所思地停着 然后问书生 那你觉得你没中举的原因是什么 书生说 就差运气 那些中举的人就是运气好 老者说 这不见得 据我所知 当今中举的人 很多都是考了几年的 有些还考了几十年的 他们的运气很好吗 书生惊讶地摇了摇头说 他们也太不幸了吧 老者说 可你刚刚说你和他们差的就是运气啊 书生羞愧地低下头说 我错了 有句话说 每个人的好运和不幸都是残伴的 不幸的人通过努力可以扭转局面 幸运的人会因为懒散耗尽运气 谁都会遇到难题 但那些难题不是为了打败我们而存在 而是为了磨练我们 电影《哪吒之魔通降势》里有句台词说 我命由我不由天 每个人的运势都掌握在自己手中 事好事坏都是自己决定的 所以不必为眼前的难题所迷惑 认为自己不幸运 好的运势都是由自己创造的 很多事情人们总以为来日方长 可以从长记忆 可岁月不待人 有些被及时做的事情 终将成为遗憾 现代著名画家李苦禅 说过这样一件事 有此 一位十分崇拜苦禅先生的老朋友 向他来求话 李苦禅十分慷慨地答应了 不巧的是 那段时间他身体不好 想着不急于一时 就没有立刻动臂 后来 他忙于其他事情 便忘了这回事 一天早上 李苦禅接到了那位老朋友病姑的福岗 他才想起这事 吹毁默契 垂胸悲气不止 待情绪稳定后 他抱着病去起身走到书桌前 灰泥化成白链土衣服 提上那位老者的名讳 在公公敬敬盖章雨后 他亲自拿着画来到后院 肃力焚烧 喊泪祷告 直到画被烧成了灰 在缓步走绘画室 他沉色良久 然后和家人说 今日的事 愧对老友 铸成终身遗憾 今后再有求话者 绝不拖延 总以为来日方长 到跟前才只为时已晚 这样的遗憾最是可惜 也是无法凝补的 很喜欢欢呼哈雷中的一句话 下次你路过 人间已无我 这句一语双关的话 告诉我们要好好珍惜眼前 三毛说 人之所以悲伤 是因为我们留不住岁月 时间最无情 岁月不等人 与其用来日方长来宽慰自己 不如及时行动 不让自己遗憾 想做什么 立刻去做 珍惜眼前任 及时行乐 才不让人生留遗憾 马克吐文说 车来的真相 就像突然击中头部的马蹄铁 哎 痛啊 我们经常以为事情 会像我们设想那样发展 可是时给人猛然一击 让人品尝到无尽的心酸 罗曼罗兰说 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 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 依然热爱生活 品尝到心酸不可怕 可怕的是 沉浸在那些错觉中不肯醒来 人这辈子 不图多大成就 只图个不委屈自己 放下该放下的 抓住该抓住的 过好自己的生活 就不再心酸了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世界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阁现在 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 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林言希望大家都能怀着 最大的善意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 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 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 尽情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而变得更加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